我和我老婆认识是在大学期间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同班同学 当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我就已经对她产生了好感 后来由于我们两个人不断地相处 我就向她求婚了 没想到她竟然答应了 这让我感到非常的开心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双方父母的伴侣下 顺理成章地结婚了 因为我老婆她当时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每次在上学的时候 都是通过申请贫困补助来交学费 从而减轻她家里人的负担 于是在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们家就给了她六万块钱作为彩礼监 就这样我和我老婆顺理成章地结婚了 婚后我们两个人过得也非常的幸福 她和我的父母也相处得非常融洽 婆媳关系也非常的好 我父母也一直把她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去对待 在我们结婚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我老婆她就怀孕了 这让我们全家人都感到非常开心 于是我妈每天都在家里安心地造个我老婆 我每天负责在外面上班 回到家之后也会带着我老婆出去散散步 渐渐地十个月过去了 我老婆她为我们家生下了一个女儿 这让我的父母很是开心 因为老年人都希望能够抱上孙子孙女 这样他们在晚年的时候就可以享清福 等孩子满月的那一天 我丈母娘他们前来贺喜 可是当时我小舅子她竟然没有到场 因为我小舅子在我们还没结婚的时候 她整天只知道有手好闲 而且还不断地向我丈母娘他们要钱 从来不去找一份正经的工作上班 现在也有二十多岁的样子了 仍然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我丈母娘他们虽然很生气 但是拿她也没办法 因为不管他们说什么 我小舅子从不会去听从的 渐渐的一两年过去了 有一天我小舅子她来到我们家 说要和我借钱 我当时一听非常的惊讶 因为我觉得像她这种整天 只知道有手好行的人 借给她也是被她花了 于是我当时就跟小舅子说 要问我借钱也可以 你必须要在县城里面 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有稳定的收入 这样我才可以安心地把钱借给你 要不然以后我把钱借给你 你都没有能力还给我 那我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有去无回吗 我小舅子听我这么说 她当时就甩门离开了 于是当天我丈母娘就打电话 让我和我老婆回去 毕竟我们两个人 也好长时间没有回去了 于是我和我老婆 带着孩子一起回去了 在饭桌上面 我小舅子还在说钱的这个事情 我就当做没有发声一样 于是吃完饭之后 我就带着老婆孩子回家了 没过半个月的时间里 我丈母娘她又和往常一样 打电话喊我们回去吃饭 她说有件事情要和我们说 于是我又带着我老婆孩子 再次回到了丈母娘家 这时似乎觉得和往常不太一样 在饭桌上 我小舅子表现得非常有礼貌 而且对我也非常的好 就在这时 我丈母娘突然说 我小舅子的婚房已经买好了 这也要感谢我们 说还是自己家里人管用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愿意伸出手帮助他们 我当时一听 就觉得这个话里面有问题 只是当时没有去查清楚而已 于是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 我就挡着我的银行卡 去查了一下金额 当我看到银行卡 机子上面显示出来的金额时 我顿时间赏了 原来我老婆把我这几年 辛辛苦苦转下的25万 全给了我小舅子买婚房 我顿时间都愣住了 真的不敢相信 这一切都是我老婆一个人在做 于是回到家之后 我就当面问她 我老婆还不跟我说 然后我就和她说 我已经去银行查过了 我老婆听我这么一说 立马就和我说实话 因为当时非常生气 忍不住就打了她一巴掌 可我老婆却说我没有良心 然后气冲冲的带着闺女 顺眉而去 当她走的这几天中 我不断地联系她 可是就是找不到她的人 然后有一天 她发了一条短信给我 说要和我离婚 此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觉得我做的没有错 是我老婆一直都没有把我当家里人 如果她当时和我说的话 我说不定也会把钱借给我小舅子的 我认为我让她在家里人 吃饭的 我认为你让她在家里的 我认为我说 我认为你让她点心 没错 我认为你让她吃饭的 我认为你让她在家里人